移民与关卡局和卫生科学局 联手展开执法行动 起获大批电子烟盒相关配件 估计市值约66000元 一名28岁男子 目前正在协助当局调查 移民与关卡局人员这个月7日 在张仪航空货运中心发现8个包裹 里头装有24组电子烟 和1200多个相关配件 卫生科学局接获通报后 突击了收件人的住家 并搜出了另外5组电子烟 和近3200个相关配件 这个月13日 移民与关卡局人员 再次在张仪航空货运中心的 7个包裹内发现160组电子烟 和300个相关配件 包裹收件人是同一个人 初步调查显示 涉案的28岁男子通过网络 从国外购买这批电子烟及配件 并在申报时谎称是电子和美容产品 根据法令 走私和兜售电子烟一旦罪名成立 可面对罚款坐牢或两者监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